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去讀 这个故事很悲伤 悲伤到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它 也不想翻译了 那讲的是一些生理识别的事情 但这题目不是不能做啦 我们就还是做吧 来吧我们就看 他的题目叫做 I wish I could tell my dead husband 要不要顺便讲一下假设语气 很快说一下 我还真希望我能够告诉我那死掉的老公 告诉什么事呢 接下来的故事 I wish 所以用wish就是 这个可能我们可以说一下 就是很多教英文老师都会跟你说 hope跟wish不一样 对不对 简单说hope呢 是有可能成真的事情 wish呢是大概不会成真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生日的愿望叫做birthday wish 因为好像不会成功 不会成真 为什么不是birthday hope 我也不知道 那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 什么时候用hope 什么时候用wish 就来代表说 hope是可能成真 而wish是不会成真的 就为什么这么说啦 先举一些 这个传统上的那种 这个大家已经无法感受的 那举这例子干嘛 但我还是觉得应该说啦 这例子我觉得听起来是蛮不错的 我要说的是 这第一个例子是照片 你会说照片什么手机都有照片 不我说的是真的 去洗出来的或者列印出来的照片 实体存在的照片 在我那个年代我从小长大 是有那种相片行是洗出来的 可能就二十几张三十几张 然后你要付它钱 然后可能隔一天才能够来拿 然后后来变得比较厉害 可以当天拿 但总之你都需要给点时间 然后你就可以拿到厚厚的 你用底片拍出来的照片 非常的珍贵 对不对 生产出照片不简单 当年啦 我们那时候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觉得拍的不错的或有意义的照片 你可能会多洗几张来送给朋友 出去玩或之类的 所以你拍了一下 你跟背后的场景 你去巴黎铁塔什么这些的 然后拍 那送给人家的时候 我们还多做一件事 因为照片除了前面是 就对着人的那一面是 照片的内容之外 翻过来其实是没有东西的 就白的 所以很多人会在照片背后 写一些什么 写一些祝福的话或什么这些的 那我们华人最常写的呢 你要不要猜猜看是什么 就我们华人 就讲台湾人好了 台湾人喜欢在照片后面写什么 很怂 我讲的都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会写 勿忘我 别忘记我 送一张我的照片 给你看 看了以后你不会忘记我 所以勿忘我 那更怂的意思 勿忘隐中人 我要把它打出来好不好 勿忘隐中人 什么是隐中人 就是这个影像中的那一个人 就是我嘛 这样子 勿忘隐中人 好怂喔 真的 那英文会写什么 所以这个外国人在送 送你张我的照片 后面写什么 不是中文吗 他们会写的是 因为我刚刚说 你可能去巴黎铁塔拍一下 所以有你跟巴黎铁塔做背景 所以他们会写说 真希望你也在这 这句我觉得就 感动多了 你不觉得吗 我送你张这个照片 还真希望你跟我一起 在巴黎铁塔前面着想 所以他就会写 那我问你 回到刚刚的问题 后排是wish 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对不对 因为照片都已经拍完了 所以真希望你在这 但事实是你不在 所以他会写的是 wish you were here wish you were here 那个i是神调了 好 i就神调了 我就干脆把它打进去好了 OK I wish you were here 为什么这个i 总一直会变成是靠谣 变成是他以为是 真个叫什么来着 当然我在编号 好不管了 来 好所以这个是wish 我第一个例子 就是他跟事实相反 就是不会成真的一个例子 那我再举另外一个 第二个例子 这个例子比较长的一个故事了 假设我这个周末 要办个party 礼拜六 请大家来我家玩 那我上课了 所以我先走到这个教室里面 走到前面 我是老师跟大家说 大家我礼拜六要办个party 请大家来玩好不好 所以或许我就问说 你要不要来 你要不要来 所以我可能就会跟大家说 我真希望你们能来 有没有可能可以来 当然有可能 你这礼拜六如果没安排事情 你就来了 所以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且或者应该说 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可能的 或者可能的 我假定它是可能的 所以这时候我会跟大家说的就是 I hope you can come OK I hope you can come 这样子 OK I hope you can come 那我讲再客气一点的话 这里可以改成过去是 I hope you could come 好 那 那这样我就并没有 并没有去假定 你到底能来还是不能来 那我是希望可以的 所以我用hope 因为我的确真挚的希望 你可以来 好 那可能大家同学们 就可能就跟我说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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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great I'll see you guys Saturday 但其中一个同学问他 I hope I'm throwing a party on Saturday I hope you can come 然后这同学说 对不起 礼拜六 我已经安排事情了 老师我不能去 好 那我就说 OK That's OK Maybe next time 那你也说 OK 那这样就过了 对不对 所以几个可以来 可以来 这一位同学不能来 好 那我就开始上课 上课上了几分钟之后 我就想说 我再聊一下我party的事情好了 所以给大家一点点期待感 所以礼拜六 可能我会准备什么吃的 什么喝的 什么愚信节目 所以我就 我礼拜六会 然后开始讲 结果我这时候撇到一眼 撇了一眼 刚刚那个说不能来的同学 那时候我就觉得 你不能来好可惜 所以我就多加了一句 还真希望你能来 好希望你能来 可是我现在说这一句 我希望你能来 跟我刚刚邀请他的时候 说我希望你能来 已经是不同的事情了 不同在哪里 不同在于 我现在知道 你是不能来的 但我嘴巴还是说 我希望你能来 所以我不会再对着你说一次 I hope you can come or I hope you could come 都不对 我只能改成 Oh man I wish you could come 因为我知道不会成真 所以我用wish 听懂了 So I wish you could come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 有时候英文不够好的话 老外会觉得对你的 跟你的聊天内容 他有时候会需要很同情的理解你 或者他就是根本不理解你 right 因为要是你今天真的英文没有够好 然后你把你自己放在 我刚刚这个情境中 然后你就又问了一次 那个已经说不能来的同学说 我真希望你能来 然后你就对他说 Man I hope you can come 这个同学心里就会犯嘀咕 他就会说靠北 我刚五分钟前来跟你说我不能去 你又跟我说一次 I hope you can come 你是失忆了吗 你五分钟前的事情 你已经忘掉了吗 老师你在干嘛 听懂我意思 所以这个是有绝对性的对错的 OK 所以你必须说 I wish you could come 那听的人 就这位同学心里就说 好啦 我知道你在给我点人情压力 你知道我不能去 可是你嘴巴还是说 我希望你能来 那他心里就不会犯嘀咕了 听懂我意思 OK 好 所以这个是后不会去初步的 就是可能不可能的这一个分别 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再往下推下去 好 所以so stay with me 我们再往下推 一个礼拜后 礼拜六已经结束了 又一个礼拜后了 大家要来上课 然后我走进教室 走到前面 然后开始跟大家说 你们这上个礼拜 你喝得醉醉了 你谁啊 你抱着马桶吐 我开始讲一些这个 我们再一些recap一下 我们party发生的事情 然后大家就 对啊 老师我追美有酒量的 开始在那边聊这样子 然后我又瞥了一眼 没来的那位同学 他都说不能来 当然没来嘛 对不对 我看了一眼 然后这时候我又对他说一次 还真希望你能来 我要怎么说 我会说 I hope you can come 我希望你到by now 你已经知道 这是非常荒谬的问法了 因为都已经过去了 发生过了 你再说一次 I hope you can come 是怎样 你这个礼拜六 要再throw一次不同的party 没有嘛 所以我真希望你上礼拜有来 但事实是你没有来 所以要怎么说 还是用I wish吗 可以 I wish 因为他跟事实就相反了嘛 但是后面就不是 you could come了 不是you could come you could come是 还是有就是 是你现在不能来 而且那个event还没有发生 这里要用的是 跟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计器 也就是我真希望 你上礼拜有来 可是事实是你上礼拜没来 而且这个事实是过去的事实 就上礼拜六你没有来 可是我希望你上礼拜六有来 所以这个for lack of better explanation for lack of better description 这叫做跟过去事实相反 这是我们常讲假设计器的时候 必要的一个手段来去解释它 虽然我真的觉得 这个中文听起来让我很不爽 跟现在事实相反 我就要跟过去事实相反 可是相信我没有更好的说法了 好所以回来这边 刚才把这一句讲完 我真希望你上礼拜有来 可是事实是你没有来 所以在实态上 这个假设计器 我们需要再把它往后拉一个 所以不是用过去事 因为虽然说是上礼拜六发生的事情 可是这个假设计器 必须再往后拉一个 所以把它变成 从过去事变成过去 完成事 so I wish you had come 才是对的 man I wish you had come 他的回答可能就 抱歉了 我礼拜六要干嘛干嘛 所以他用过去事实就 I'm sorry Paul I had to do 什么什么这些的 that's ok 所以这就是 好解释一下下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本来没有要讲这么多的 可是反正话加之打开了 那就讲了 所以不小心讲了一下假设计器 所以回来这边这标题说 I wish I could tell my dead husband 我希望我能够告诉我 死掉的老公下面这件事情 那事实上是不行的 因为老公毕竟死掉了嘛 ok 先读完给你听好了 I stole your percocet stash and then helped you look for it I found your suicide note tucked inside a dog-eared copy of infinite jest I loved you most while I watched you watching me give birth I long for our younger days as much as I miss our infant daughter how we clung to her in that hospital bed helpless as her pink lips faded to blue the tree we planted in her honor is thriving you still have a facebook page and every october as the leaves fall and colder days bloom someone wishes you a happy birthday 结束 好这故事真的很悲伤哦 其实我在刚解释假设器的时候 我的情绪已经被提升回来了 可是我读完这个故事 或者一边读又一边觉得 有点不舒服了 好 来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个故事在说什么 I stole your percocet stash 这个percocet是一种止痛药 那这个止痛药是在现在美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 止痛药是个问题 因为他们用的那个止痛药的程度已经很高了 就是马飞的等级的止痛药 就控管等级的 那现在我父亲有在用 所以父亲用的是fentanyl 贴片这样子 那这边用的这个percocet 总之它就是一种鸦片类的 的这种止痛药 所以现在美国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Opium这个字就是鸦片 Opium OK Opium 那它的形容词 或者说是鸦片类的 叫opioid opioid 那在美国这个现在是一个epidemic 就是在有些地方用的特别严重 所以它是比较区域性的 所以它不叫pandemic 它叫epidemic 所以有opioid epidemic 或者叫opioid crisis 所以这个鸦片危机 或者是这个opioid的这个过度使用 opioid overdoses OK 所以他把他老公的这个percocet 这stache stache就是一堆东西 就是他有很多啦 简单说 他堆了一些这些药 他把他偷了 I stole your percocet stache and then helped you look for it 然后我来帮着你找 注意这边很tricky 它不是说helped you find it 所以look for跟find是两个不同的片语 look for是去找 有没有找到 不知道 find是找到了 OK 所以我找到了我的人生中最爱 so I found the love of my life found 找到 OK everybody wants to find the love of their lives everybody用theirs 好不管了 所以find是找到 重知识 OK 每个人都想到想要找到人生之爱 so everybody wants to find his or her love of life 好anyway 所以他把他的这个止痛要藏起来 然后帮着他去找 你一听就知道故意的嘛 所以故意让老公无法止痛 然后还假意帮他一起找 然后接下来说 I found your suicide note tucked inside a dog-eared copy of infinite jest 下一句马上接到内容上这么震惊的东西 所以他找到了 found 刚才说过found是找到 right find是找到 过去是found 他找到他老公的 那个 那个 就是自己结束生命的 那个 的一张乙书啦 这样子 suicide note 塞在什么地方呢 塞在一个dog-eared copy of infinite jest dog-eared这个词 值得看 dog是狗 ear是耳朵 什么叫狗耳朵 书啊 或者是总之纸张啊 要是你因为翻页或是之类的 翻到他那个边边都已经卷起来 那个卷起来就很像狗的耳朵 所以我把这个英文读给你听 a book or piece of paper that is dog-eared has been used so much that the corners of the pages are turned down or torn 所以这个页面的边边角角的部分 都已经有点弯折 或者甚至就破掉了坏掉了 torn了 这样所以说dog-eared 所以回来这里 所以他找到他老公的这张 这张suicide note 塞在这一本 这本书叫做infinity jest 这也是在1990年快要2000年的时候 出的一本搞笑的小说 无尽的玩笑 你说他搞笑也不是对啦 所以他是长篇幽默的 后现代主义文学 科幻讽刺悲喜剧歇斯底里现实主义 是他的一些类型 我自己他不是找不到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自己去 你只要打这个infinity jest 因为他实在很久了 1996年的 所以他我不知道是不是根本也已经没版权了还怎样 我或许不应该promote这件事情 可是你google他找得到了 其实我就这么说吧 所以有兴趣的自己去看 不好懂 好anyway 所以他老公很爱这本书 翻到书页都已经有点破破烂烂了 然后他在里面找到了他的这一张suicide note 我们就可以推销出来 他不要他老公止痛 反正啊 不好意思不见了 来我帮你找 找不到 找不到他老公最后就了解了 大概能这样理解 接下来说 I loved you most while I watched you watching me give birth 所以他最爱他的时候 I loved you most 最爱他的时候 当他在干嘛呢 这里有个很有趣的结构 你知道一个东西感官动词 我看着你哭 叫做I watch you cry 我看着你吃东西 I watch you eat 我看着你睡觉 I watch you sleep 所以感官动词很特殊 就是你可以在动词接完受词之后 受词可以再接一个原型动词 或者ing 或者pp都有可能 简单说 它都是受词的补充资讯 只是一般的受词补充资讯 我们ing可以 pp可以 一般是用不定词来当做受词补语 可是感官动词就很特别 你可以用原型动词来当做他的补语 而且你想一想 如果说那个受词在做的动作 也是个感官动词的话 能不能再接一个受词 然后再接另外一个动作呢 答案是可以的 所以我稍微说一 再强调一次 主词做一个动作在受词身上 受词可以再做一个动作 这是感官动词 而如果受词做这个动词 也是感官动词的话 你可以再接一个受词 然后再接另外一个动词 用画面呈现出来的话 它大概就会是 我写出来 主词加动词加受词 然后加个后面的补充资讯 原型动词也可以 再加一个受词行不行 当然可以 能不能再加一个动词 答案是可以的 所以它都可以是原型动词 这个画地线的地方 它也可以不是原型动词 可以是ing 可以是pp 这都对 OK 所以回来这边 所以他什么时候最爱他 就我看着你看着我生小孩 所以当这个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大概就是一对传统的夫妻关系 然后写故事的是太太 太太看着老公 看着太太生小孩 所以 I loved you most while I watched you watching me give birth 所以他的watched you 我看着你 你正在看着我 所以他后面的watch改成ing watching 而我生小孩 他用的是原型的give 好 大家听懂了 下一句 I long for our younger days as much as I miss our infant daughter 所以long是就是渴望着 我渴望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岁月 就如同我渴望后面这件事情 是一样多的 所以两件事情 他都渴望的很多 所以他才用as much as so I long for something as much as I miss something 大家听懂 所以他希望 他怀念他的 渴望他的年轻岁月 他们的年轻岁月 就如同他想念着他们的 infin 就是小婴孩 我们解释过这个字 所以 想念他们的infin daughter 好 所以总之你可以慢慢可以看出 他们的故事是什么 他们的故事是 两个一起有了小孩 他老婆还非常喜欢看着老公 看他生小孩 生完小孩之后 那个小孩大概就不在了 因为他就 因为他想念他们的infin daughter 对不对 小孩大概不在了 而且你也知道 他们其实后来都变老了 他们有成长 有继续下去 否则他这里不会说 our younger days 他们应该都是老人 我猜啦 好 那这边刚刚那句还没讲完 所以miss our infant daughter 逗典后 how we clung to her in that hospital bed 所以他想念着 他们如何去抱着他 所以clean这个字 c-l-i-n-g 过去是clung 就是紧抱着一个东西 叫clean clung 所以紧抱着他 在那个医院的病床上 然后非常无助 helpless as her pink lips faded to blue 所以非常的无助 当他的粉红色的嘴唇 慢慢变成了蓝色 所以嘴唇从粉红色变蓝色 怎样了 你大概就知道了 所以他们失去过一个小生命 这样子 那下一句说 the tree we planted in her honor is thriving 所以我们以它为名 去种的一棵树 现在正长得很好 so the tree we planted the tree that we planted is thriving 那个树正在茂盛 而这个树 它是用它的名义去种的 so you do something in somebody's honor 所以这个片语 in somebody's honor 就是以谁的名 以谁的名去做什么事情 来去纪念它 可以这么去翻译 就是以谁为名 是in somebody's name 可能不是最好的翻译 对不起 就是来去纪念谁 ok so they planted her a tree in her honor 然后呢 他接下来 you still have a facebook page 所以你啊 还是有一个脸书的页面 所以他老公的脸书页 还是在的 and every october 而每年十月 as the leaves fall and colder days bloom 当树叶掉下来 然后比较冷的 这些天气开始 bloom的时候 那bloom这个字 有繁荣茂盛盛之类的意思 还有一个字就是boom 你去找这点 你会发现 它似乎也有繁荣茂盛盛的意思 可是事实上不是非常精准 像有一个词 一般 我会想这样解释好了 boom这个字 一般跟声音比较有关 而bloom这个字 一般跟花比较有关 所以花在开花 是flowers bloom 不是boom 声音是boom 例如说有两个名词 我们大概比较熟悉的 boombox 就是那种 叫蓝牙喇叭之类的 你可以叫到一个boombox 加强音量的 还有一个词叫做sonic boom 叫音爆 这个词我最近才比较越来越熟悉 因为有时候看到一些影片 什么影片 有的飞机能够飞超过音速 超音速的飞机 有一个词叫做声音的sound barrier 就是音速的极限 你只要一破了那个音速的话 那它会有一个特殊的画面 你去找你就知道 你google一下这个sonic boom 你就会看到很酷 飞机的周遭会有一个原状 好像是一个雨伞般的东西 围绕在飞机的一圈 那个机体的一圈 那个就叫音爆 我觉得真的很酷 那个科学现象 我这就不多解释这个词了 所以总之bloom是繁荣 我们多讲一个字 经济繁荣 经济起飞 叫做economic boom 不是bloom OK 所以虽然说我刚刚说boom 这个字比较接近声音 可是它还是有繁荣茂盛盛的意思 所以经济的繁荣茂盛 叫做economic boom 知道一下就好了 所以回来这里 所以他说你还是有个脸书页面 而每年10月 当树叶开始掉 然后冷的天气开始 慢慢takeover的时候 就会有人祝你生日快乐 someone wishes you a happy birthday 这个someone是谁 可能就是他老婆本身 OK 所以我们可以推敲出 这个故事的里面在说的是 这个老婆有刻意的 把老公逼到绝境去 因为他故意偷他的止痛药 至于为什么 我个人的interpretation是 他们本来有女儿 那要是那女儿健在没怎样的话 或许就可以用这个女儿来送他们 可是这个老婆可能在猜的是 两个人不知道谁先走 那或许这个老婆宁愿老公先走 然后他来怀念他 他也不想要老婆先走 这样子 或许这个留下来的比较孤独 我不晓得 所以他宁愿把他老公的止痛药偷走 然后那老公 逼得老公先走了 然后他才开始去缅怀他 讲一些女儿的事情什么这些的 然后还说每年十月 还是有人祝你生日快乐 这样子 所以我还真希望 我能够告诉我死掉的老公 刚刚这整个故事 当然是来不及的 他不能跟他坦诚了 这样子 so this is a really sad story well 好 呃 不好意思 没有 不是很想这种 来去这个 就是这个散播负能量 不过欣赏文学嘛 我们再读一次好了 so I wish I could tell my dead husband I stole your Percocet stash and then helped you look for it I found your suicide note tucked inside a dog-eared copy of Infinite Jest I loved you most while I watched you watching me give birth I long for our younger days as much as I miss our infant daughter how we clung to her in that hospital bed helpless as her pink lips faded to blue the tree we planted in her honor is thriving You still have a Facebook page and every October as the leaves fall and colder days bloom someone wishes you a happy birthday 结束 好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